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酒寨沟 而在加拿大有一个更有名的叫做路易斯湖 不过其实知道吗 这一次曾老师要带我们去看 欧洲最美的另外一个国家公园 这个公园拥有16个湖泊 曾老师赶快来告诉我们 16湖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公园 对 其实很多人听到16湖 会觉得很惊讶 16个湖那不是每呆了 没有错 这个行程是在去年我们去到了东欧 然后我们导游告诉我们大家说 你们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最美的地方 叫16湖国家公园 所以大家听了都非常的惊讶 然后其实这个行程在台湾 是非常的夯的一个行程 台湾这个统称叫做克罗埃西亚这个行程 然后我们在这里推的行程 我们飞机从洛杉矶起飞 我们是飞到维也纳 到了维也纳以后我们就开始一路上来看欧洲最美的景色 所以刚刚我们讲了除了克罗埃西亚以外 16湖国家公园以外 我相信一路上所看到的都是最美的东欧的景色 所以我相信很多朋友对欧洲都非常的喜欢 对欧洲的景色都非常的期待 所以在今年呢 我们给我们所有的这个电视机前面的好朋友呢 给你们一个最棒最新最精彩的行程 曾老师要带大家一起到澳地利匈牙利克斯 总共呢16总共9天的行程 我们叫它以主打的话呢 我们叫它克罗埃西亚16湖国家公园 可是呢也是有人已经会担心了 曾老师我好喜欢跟你的团一起走 因为你吃得好又住得好 可是这一次我们要参观16个湖耶 而且每一个地方都是非常天然的 难道我真的要露营然后就打鱼吃鱼吗 没有我们一样哦 只要跟着曾老师跟着新年华假期呢 永远都是吃好住好玩好 我相信呢这一次呢4月9号跟着曾老师呢 跟着我们新年华假期 我相信会有一个最美最棒的行程 也会让大家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 千万不要忘了哦 4月9号的这个行程 其实那个时候呢 就是春暖花开的好时节了 春暖花开的时节 动起行囊跟着曾老师的脚步 一起到欧洲的克罗埃西亚去走走看看 16湖的国家公园让你享受森多芬 让你享受所有的自然生态 更让你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快乐 做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